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白天來到拍攝地點沒有藍眼淚 而是滿地翠綠的銅錢草 原來秘密就在銅錢草在傍晚的圍光下 透過單眼相機拍攝會折射出藍光 成為藍眼淚美景 傍晚要入夜前的那30分鐘到一個小時 那個時間的由於光線折射的關係 剛剛好呈現出來就是那個淡藍色的畫面 加上四五月是上營的最佳季節 在南投露骨 營火蟲也是大爆發 攝影愛好者拍下大量營火蟲穿梭在樹林茶園之中 在夜晚中更顯得夢幻 全台上營景點不少 三億的汪油谷因為藍眼淚的照片影片曝光 吸引大批遊客來搶拍螢光藍海的美景 30新聞零記問蔡委員吳坤宇 讓林南投綜合報導